220 東方日報 劉聯雄羅極成上訴博迴 2015年7月18日港民A02本報信 捲入澳門據他望的華人置業前主席劉聯雄及本港商人羅極成 因涉嫌以二千萬元賄賂歐文龍 以獲取澳門留本如海、南灣五福土地批給 早前被澳門初級法院判行賄及洗黑錢罪成 判囚五年三個月 兩人的代表律師於宣判後即時提出上訴 澳門中級法院昨日裁定所有上訴理由均不成立 不審理檢察院提出的上訴 判決書內 劉聯雄被子恩缺席聆訊及態度不合作 事次判囚已經是興無可興 我澳門認法 中級法院在判決後 如被判囚八年以下徒刑 不得再提出上訴 只可提出無效異議 而大樓昨日則如上網灣仔五線 劉聯雄被澳門中級法院判決書 指其判囚已是興無可興 法院 判囚已是興無可興就劉聯雄及落吉成提出的上訴 澳門中級法院昨日裁定 劉聯雄及落吉成所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上訴人方真由 劉聯雄及落吉成對原審中局裁判所提出的上訴理由全部不成立 不審理檢察院提出的上訴 在中院判決書內 劉聯雄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兩刑過重 請求判處低於三年的徒刑 更指被上訴的合議庭應考慮其符合刑法典第六十六條第二款D 項的情節 但判決書指劉聯雄經多次通知 仍顯出不合作的態度 缺席審訊之餘更否認罪行 故判囚五年三個月以是興無可興 判決書逐止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三百九十條第一款F 項 有關罪犯於被判囚八年以下徒刑 不得再提出上訴 可提無效異議不屬上訴有法律家人士指 針對中級法院否決時次上訴申請 上訴人士可向中級法院提出無效異議 而中級法院會視乎上訴人士的理據 再審事判決書內容是否有問題 但不屬於再上訴的申請 羅極成早年官非不斷 九四年攝商業詐騙及開空投資票 遭澳門當局起訴 最終獲判無罪 同年 他開拍電影 涉嫌恐嚇導演 在港被起訴 也獲判無罪 捲欺詐案羅曾租斬斷手根到九九年 羅又捲入澳門一宗欺詐案 被裁定藍用信用罪成 判監兩年三個月 他更因缺席聆訊 一度傳出遭通緝 但最終並無入獄紀錄 羅入前亦聲稱自己無罪 羅在九五年更爭在尖東街頭遭人追斬 身中三都受重傷 雖然接受手術後保住性命 但有手四條手根全被斬斷 雖然接受手術後 藥紫可忽